好,咱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小巧的一个电工方针软件 这个软件只有7M的大小 咱们看一下,这个画面还是不错的 咱们今天就来利用方针软件 来这模拟训练一个异部电动机单向点动启动控制 咱们看一下这个电路图 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电机的这个点动加自保的这个电路 咱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电路图和实物对照一下 这个主回路的开关,KOS三线开关 KOS 主回路的保险 FU1,这三个保险 接触器,KM 热气电器,FR 电机 咱们看一下控制活路 控制活路的保险 FU2,FU2,这两个保险 热气电器,它的这个长臂点 热气电器长臂点 停止按钮 ku5 Osb1,Sb1,Sb1,Sb2 sb2G 加锻炼 自所启动按钮的这个采数 这个atell� Sb2,Sb3, ŞuP3 那是一个点动的来 启动按钮 咱们看一下 它用到了一组长开 还用到了一组长臂 咱们首先分一下这个电路图 咱们看一下 按下SB2以后 KM吸合 吸合以后自保 这个呢就是电机 它的这个长动 也就是说它的自所运行 咱们按下SB3以后 咱们看一下这SB3 将它的长臂点 串入了这个自保电路的自保线 这样呢就是说 按下SB3以后 KM吸合 同时呢 这个长臂点断开了这个自保线 所以说你松开以后 这个接触器呢 它就释放了 因为长臂点断开自所线 所以说它不能自锁 这个呢就是它的工作原理 下面呢 有手动布线 自动布线 咱们看一下这个手动布线 首先咱们给它 布这个主活路的这个线 是吧 是吧 咱们看 U1 U11 是吧 到U11 V1 到V1 W W W下 保险 到解除器 保险到解除器 解除器下火呢 到这几天器 鼠标点击 好 这个呢就是主活路 咱们再看 给它 配这个控制活路的线 咱们看一下 这个上面都有线号 1号线 2号 3号 4号 这个呢是0号 咱们从1号线开始 1号线 在这个控制活路保险 是吧 1号线 它到哪里呢 到热计电器 FR的长臂点 咱们看一下 这里呢 是吧 也有线号 到这里 鼠标点一下 是吧 它就连接了过来 然后呢 从热计电器 长臂点的另一端 长臂点另一端 出来以后 把它停止按钮的长臂点 这是2号线 咱们看2号 停止按钮 SB1 它长臂 这是2号 将它相同的信号 连接起来 那就可以了 下面呢 是吧 从停止按钮 SB3 SB1 它的这个 长臂点另一端 长臂点另一端 是3号线 出来以后 是吧 到 这三个地 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呢 都是3号 就是说 实际 在这个电路当中 是吧 它连通的 是吧 它都是同一个信号 是吧 咱们可以 先和SB2 是吧 这个长臂点的前段 是吧 连住 是吧 然后呢 是吧 再跳到 SB3的这个 长臂点 咱们可以看一下 它呢 SB3的长臂点的前段 它自动就 跳了过来 是吧 这呢 都是3号 咱们看 从SB2 长开点的另一端 出来的就是4号 咱们看 SB2 长开点另一端 出来4号 4号到记录器 线圈 A2的端子 到这里 好 点一下 就连接了过来 是吧 咱们看一下 4号线的 SB3 按钮 SB3的按钮 它的这个 长开点 另一端 是吧 这个长开点前段 长开点后端 是吧 这也是4号线 咱们可以 图上可以看出 也是4号线 咱们呢 也将它连接到 这个 KM的 A2的端子 是吧 到头施工 咱们照着这个 电路图呢 是吧 就可以配线 是吧 然后呢 咱们可以 看一下 是吧 KM 它的这个 长开点 KM长开点 是这个 它的也是4号线 是吧 它呢 所以说 将它 同样的信号呢 将它连接起来 是吧 下面来说 就是 5号 是吧 下面5号线 5号线是哪一段的 是 SB3 是吧 它的这个 长臂点 是吧 长臂点的另一端 到这个 接触器 KM长开点的前端 这里呢 是5号 咱们可以看一下 15呢 是吧 也有线号 是吧 5号 好 连接起来 是吧 下面还 差一个 是吧 差一个什么呢 差一个这个 0号线 是吧 从这个 保险的 另一个保险 到这个 接触器 A1的这个 端子 是吧 然后呢 咱们可以发现 这里呢 是吧 不先接触 是吧 下面 咱们就 运行演示 点运行演示 以后 是吧 咱们看 首先 是吧 按 QS 是吧 接通电源 进行工作演示 那么 鼠标点一下 好 是吧 接通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电路图当中 是吧 它也就接通了 是吧 首先 按SB2 启动点击 咱们看一下 按下SB2以后 是吧 接触器 KM细核 是吧 松开 虽然它的这个 长开点 断开 但是它自锁 所以说它点击呢 是吧 它就自锁运行 咱们停止 咱们试一下点动 是吧 咱们知道SB3的 是吧 它是点动 咱们 按下去以后 咱们可以看 点击呢 开始运行 是吧 它的这个 SB3的长臂电路 咱们断开了 之类 就是说 将它的这个 自保线呢 断开 咱们松开以后 是吧 点击停止 这个呢 是点动的按钮 是吧 好 这个呢 就是 点动 加自保的 这个电路 是吧 用这个防震软臼 来这演练 是吧 咱们俩说 你还是不会 是吧 照着这个电路图 还是不会 是吧 那呢 这里呢 有自动扑线 咱们点一下 自动扑线 是吧 这里呢 有一个停止 暂停 是吧 这是开始 咱们点下开始以后 咱们就不用管了 咱们只观看就可以了 是吧 它一步一步 就开始 是吧 自动的这个扑线 所以说 这个小桥的这个电工防震软臼 是吧 还是不错的 是吧 另外呢 如果你是零基础想学电工 是吧 或者初学电工的朋友 是吧 你不知道从哪方面 是吧 入手学习这个电工知识 是吧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 是吧 能实际动手干活 是吧 能够处理 实际的这个电器故障的这个电工 您呢 就可以观看 是吧 我的这个专栏教学视频 土电工手把手 单击电工入门 是吧 您可以呢 在这个头条APP上 是吧 点击土电工头像 是吧 进去以后 就可以看到 是吧 专栏选项 是吧 点击 专栏 进去以后 是吧 就可以看到这套视频 是吧 土电工手把手 单击电工入门 是吧 然后点击进去以后 是吧 就可以看到目录 是吧 这套视频呢 分十节 是吧 每节的半个小时左右 是吧 全部呢 以实物演练的这个教学模式 是吧 包括 是吧 电机故障 是吧 非常直观易懂 你也可以是吧 加这个专栏视频当中的这个微信号 是吧 就是我的微信号 是吧 我可以将你拉进这个电工通行交流群 是吧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是吧 或者说实际工作当中 是吧 遇到哪些困难 你都可以 是吧 发到群里 是吧 可以 发到群里求助 或者讨论 是吧 另外呢 你可以私信我 赠送你 这套这个电工方认软件